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明塞亞冒險 復活學長RS冒險 那現在RANK來到649等了 總戰力2051544 2051544 然後看一下 好像其他都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喔槍械槍械快要20了 16了好 那今天來做一下角色戰力分析啊 今天做的角色呢是 蠻特別的 就是限定版的葛雷 那也是葛雷3.0版本 那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 隨觀看復活學長RS 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角色戰力分析 那葛雷總共有出 現在有出三個版本 那最新這個是3.0 平常旭哥是不太愛做男角 不過葛雷好像因為 他算是 蠻熱 遊戲蠻熱門的角色 應該是 出蠻多隻的啦 所以這隻我還是會稍微做一下 要不然我平常是不太特別做男角的 好 那這隻葛雷呢 休想反而我葛雷這個 戰力來到8023 練到等級是42 他在38還有46的話都是加腕力 所以還不錯 38腕力加4然後46腕力加5 他加上去的話會不會腕力不錯啊 你假如是對他有愛的話 你也可以把他練到46或50級 那我是先 就是加減用啊 假如真的很想用他的話就是 會把他練上去 那葛雷其實這隻我是覺得他這隻最大的賣點是他的第二招夜叉連閃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第一招粉碎威力希 BP5 然後rank 75 第二招就是他的賣點 這隻的打法呢是他是會隨機打3到5次 所以他你可能就是 可以打同一隻假如是那個BOSS 像這次的活動的BOSS是一隻的話就會打同一隻 然後你假如是 場上有3、4隻的話可能會隨機打這樣 就是他可以打很多次這樣 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這招威力比想像中還強這樣 等一下會來實測 然後第三招輔車劍的話 就還OK啦 這招可練可不練啦 就是因為威力沒有說特別強 才B而已 像有些就是威力A然後BP也才15 全體攻擊 那這招威力B而已 基本上他的賣點真的是第二招 夜叉連閃 這招很好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 假如覺醒的話 這招9這招4應該是第二招接第一招這樣用 夜叉連閃真的很好用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的 被動技能 第一招鬥志滿滿就是回合開始的時候晚一上升 機率中效果大 這是回合開始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第二招精神抗奮三攻擊造成傷害上升效果中 第三招搶其三次在RUN的開始的時候 一個 第一招是回合開始 第三招是RUN的開始 就是 那個他這招的話很強就是效果特大 效果一回合 所以基本上 這三招都是加他的傷害值攻擊力的 所以我覺得 他的打起來的招式是滿痛的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實葛雷還有其他風格啦 像是有這個新年葛雷 這是之前新年活動 這次是葛雷的2.0版本 那你要練的話可以練刀背攻擊還蠻實用的 覺醒的話BP只要2而已 這招會麻痺 所以還不錯 那其他五件蜜塔太刀就是看你想不想練 其實不是很重要 好看一下 刀背攻擊很重要 那逆風太刀的話可以降 速度 打一些Boss有 特別的效果 變點太刀也不重要好 這次這次的賣點真的是他的第2招 第2招真的很好用 那我們來實戰看看 我就隨便實戰個幾關好了 那我們 就是打 外傳的最後面好了 我們就用這個外傳來實驗好了一下 最近我也拿到的那個99了 我這個陣容我就把 這個46707 陣容我就把我看一下 全部加成了這一隊 我就把昨天那個 兵劍人有沒有 因為我練滿了 他的那個技能我練滿了 所以我就拿來換成葛雷 換成葛雷繼續練這樣 那個劍人我真的把他練滿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哈里特有沒有 他練到後面他的戰鬥力好高啊 你看 戰鬥力已經快要破萬了 9752了 哈里特這隻真的滿猛的 好然後那個 其他隻就是昨天都有看過 像是米利阿摩 這些都是順便練的 還有魔龍弓 我都順便練一下 艾伯特 因為有加成角我就順便練 我們就開始了 開打了 那 頻道有人問說 兵劍男 是使用什麼 他兵劍男其實他的招式應該是跟那個 卡特利大3.0很像 就是 是冰屬性 但是是吃腕力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全躍破 這個秒掉了 有沒有 他大概可以打到 17000多到18000 然後 連鎖的話可以打到2萬多左右 昨天有 昨天有實戰過 夜叉連閃有沒有 看到招式 他會一直連打 有沒有 他每招都7000多 打起來很痛 這招 這隻真的很猛 你假如7000多乘以5次換 你可以打到3萬多 所以我覺得這隻 這個葛雷其實很強 喔 來 大招 當然這個哈里特就是很強 不用多說啊 昨天有聊就是 頻道有朋友就是 抽了240抽 我真的佩服啊 真的是很狂啊 為了抽哈里特就是真的是 哈里特應該就是要 以身相取一下 那我們來打這關看看 我們打這個 怪傳2-3 我們來實測一下 就多實測 超高速三角斬 啊 看我被打死了 我沒想要看看他 葛雷打他可以打多少下 王者之劍練起來的話 其實 有時候還是可以直接秒對方 還不錯 來我們看一下 王者之劍 沒有秒掉 燃燒殆盡 這個米利阿姆 秒掉了 好夜叉連閃 來看一下 只打一下他就死了 我靠 沒有 完全 完全用不到啦 因為他 他只差一滴血 他只差一點點就死了 太好笑了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實測其他關 我就多實測幾場給大家看一下威力 我都開AUTO啦 因為你刷關基本上都是用AUTO在刷 除非是打一些 特別難的關卡才會用手動 或是像是 我現在其實打理道場什麼 很多時候都是用AUTO 還有那個羅賓盃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的戰力打起來很輕鬆 還有打那個 螺旋輝讓我都用AUTO 看一下粉碎威力 6000多也還OK啦 最主要是他的 這隻葛雷的那個 夜叉連鏟比想像中的強 這隻葛雷的那個 好我們再打下一關看看 打外賺二之四 今天就是實測 真的實測給大家看 我都開AUTO 就是這麼的輕鬆 哈里特寫也快破錢了 全月破看一下 哇一萬 王者之鑫 哇死光啦 本本想要看一下葛雷發威 這組其實刷關起來真的打得蠻痛的 王者施封切 這名字有點太帥了 哇那葛雷 葛雷可能會放到第三招喔 因為他前兩回合都沒有放出來 好第三招我們看一下威力好了 哇一萬 一萬 我覺得他第三招其實沒有很好用 他的第二招比較好用 這邊順便幫大家測一下第三招威力 其實還好 威力B而已 不如用第二招夜叉連閃 然後威力才B而已 威力B其實有點不及格啦 BP16然後威力才B而已 真的有點慘 那麼連測三關 那其實 發現蠻好用的啦 夜叉連閃應該是在打 一些就是比較快攻的BOSS的話可以發揮他的威力 就是一回合那種 然後只有一隻的BOSS 他就一定要打夜叉連閃 像可能打羅賓杯或什麼都可以用到 他的第三招真的不好用啊 剛剛也測給大家看了 那這隻這招這招我覺得比想像中還要痛你知道嗎 因為原本看到威力1而已但是他 放5下而且還可以打到7000多真的蠻猛的 好那 今天的實測就錄到這邊了 像劍閃 或是一些可以到威力A啦 好 看一下有沒有 好不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夜叉連閃 剛剛 剛剛怎麼都覺得好像打不太出來 就是到第2回合 等一下 打不太出來聽起來怪怪 聽起來怪怪的 大家不要想歪啊 我是說招式打不太出來 這種這種這種話就是 很容易被誤會啊 不要隨便跟人家說什麼打不太出來 好那這個 弦躍破 在第2回合看看他可不可以放出來 這個夜叉連閃 因為 現在這個威力太強了就很容易就一下把他清掉了 不過我覺得葛雷速度是比較慢啦 腿比較短的感覺是不是 你看人家招都放完他才要放 喔靠 他連招都沒放到就已經把 對方就已經被打死了 也太慘了 好啦那就這樣吧 這邊可以看一下再測一下第3招 我被他笑死 笑死他真的是很廢 欸 速度太慢了 腿太短了 這個真的是要打那種一回戰的時候才會特別好用 要不然隊友 隊友太強了都會幫你清完 其實最主要是其他隻的 戰力練很高啦 速度練很高 奇怪有點 有點lag 好 好 有沒有 清很快啊 這隊有練過之後都 來輻車鍵 看一下威力 其實我真的覺得還好 那今天就錄到這邊 好 那今天影片就錄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我前面有錄那個抽轉彈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下一集見 我們可以做的 待會兒 在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